骨科手术十分痛苦 患者需要体验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 然而大多数的骨科疾病是完全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的 因此患者一定要及时治疗 遵循医嘱 趁早发现病情 才能尽量避免手术治疗的痛苦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人心人爱大爱无疆 我们欣慰地看到通过我们的栏目 越来越多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帮他们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也因此拥有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回望他们的康复之路 倾听他们的心声 分享他们的快乐和喜悦 祝你们一起来一起 谢谢 我们马上来连线反馈者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的情况好吗 我姓王 在北京 我是肾病综合症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鸡肝已经一千多了 比如上厕所散掉的时候 会有泡沫 然后可能身体感到一些不舒服 也去了几个三甲医院 但是 医生给的答复都是比如说或者是只能透析啊 或者是换肾 然后找到周杰 其实开始还没太在意 后来是做了一个别的一个检查 然后偶然发现 开始自己不清楚 我后来 那我看了以后 可能就是他说就是吃药 吃脆烧药或者是消炎药 然后喝酒以后可能是这个隐藏的 因为我记得我在吃完了可能是止痛药以后 然后喝了酒 然后后来就特别难受 您遇到周主任之后 他给了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呢 首先告诉你不要着急 因为当时我已经不抱什么期望 然后周杰说不要着急 你让我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第一天检查完了 第二天就说你到病房来找我 赶紧安排你住院 你这还有救 住了一个月吧 然后基本就 出院的时候 基本就回复到正常的状态了 就是生活质量要提高很多 现在我跟正常人一样 就是一日三餐 基本不用怎么忌口 然后经常会出去自驾出去玩 都没有问题 都跟正常人都一样了 对那肯定 对 我曾经自驾 他十天跑了四千多公里 一点问题没有 对我来讲是个奇迹 对他来讲也是很出乎他的意外 能恢复得这么好 有更多的人能 能够碰到这样的好大夫 病情稳定后的王先生更加积极 更加乐观了 健康的身体 让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重新开启了自己的自驾游计划 领略着大好河山的壮美和辽阔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人心人爱 大爱无疆 我们欣慰地看到 通过我们的栏目 越来越多的患者 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帮他们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和希望 也因此拥有了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 回望他们的康复之路 倾听他们的心声 分享他们的快乐和喜悦 我们的康复 希望我们的康复 我们的康复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